Thank you, Scotch! 大家好,我是公公 我頻道最近已經好久沒有做教學了 以前我一開始是做會讀教學起家的 可是最近好像變成完全的 會讀娛樂頻道了 所以就有一些人在留言下面問我 就是以後還會不會做教學 我這不就來做嗎 沒有啦,是因為最近我私底下 其實有在做那個上色課程 大家可能也發現我就是更新的時間 變得比較晚一點 就是以前可能隔週更 一個月可能會有三到四步 我最近可能一個月只有兩步左右 就是因為我中間那個禮拜 就是在剪我的上色課程 變成更新會比較慢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我中間空閒 我已經在做課程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 就不想要再繼續做教學 再放在頻道上面 這樣就變成一直在做一樣的東西 不過因為真的太久沒做了 我想說還是來做一下這個 有人問我的教學好了 好,那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就是臉 我以前有做過一個臉角度的簡單教學 就是這篇 這邊有教就是 正面,45度角 還有 90度角 這個影片是兩年前做的 有點舊 那我們今天來做一下這個 進階版 舊的角度 欸不是 那以前的教學 我都教大家用比例去算 例如把一張臉啊 上菜畫分啊 然後中間是眼睛啊 下面也是鼻子啊 不過臉的比例真的是因為太多太細了喔 所以我覺得與其大家去學這個比例啊 就是死倍硬倍喔 那還不如多畫多看 或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今天就教大家簡單的 現在大家都已經有手機了嘛 你就用手機拍自己的臉啊 你要畫什麼角度就拍什麼角度的臉喔 這樣拍好各個角度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 一堆你抽抽的臉 拿到一堆你抽抽的表情之後呢 就可以這個 按照角度去練習畫你自己的臉 好這樣子 那你如果覺得自己長實在太歪 也不好參考啊 你可以去拜託你也水水朋友 那這邊呢 因為我沒有朋友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照片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照片整理出來 好這樣我們空冠九宮格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試看怎麼畫 首先我們先從這個 正面的崩化表情開始畫畫看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畫的人 可以先簡單的畫個十字鍵 然後你可以藉由十字鍵來參考 他的五官的相對位置在哪裡 好例如十字鍵的左上面有眼睛 鼻子在中間 嘴巴在下面 這樣子去看 然後我們這邊先畫一個外輪廓 就是臉的輪廓 那臉的輪廓可以不用照原本的照片去畫 當然可以稍微修飾一下 像是我這邊就可以把自己秀帥一點 然後我們這邊一樣是還畫上一個十字鍵 十字鍵記得就是要畫跟原本你畫的參考線 紅線的地方的十字鍵是一樣方向的 這樣才有參考意義 像我這邊中間這條線就有點偏差喔 他實際上應該畫在這邊才對 因為我的臉其實有點偏 好那我們這邊接下來就快速的畫個線稿 這個線稿部分呢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自己臉部的五官的位置喔 但不一定要 完全一樣 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例如眉毛的形狀阿 或是眼睛的形狀阿等等 形狀的部分呢 可以參考自己喜歡的畫家 然後另外呢 因為有人問鼻子的畫法 我們這邊就講一下 因為動漫畫風一般都是用簡略的線條 去表達物體的形狀 那像鼻子這種東西 其實很少會完整的畫出來喔 而且這邊呢 如果照我原本的鼻子畫的話呢 大概會變成這種鼻子阿 恩... OK 所以我們一般會有幾種處理方式喔 第一種呢 我們就是指畫鼻樑線 或是鼻頭的點 或是畫出側邊鼻翼可以表達鼻子的朝向 寫實一點的話就多畫一點 或是也可以像這樣子指畫鼻子的影子部分 那這邊要用什麼方式就可以觀察看看自己喜歡的畫家是怎麼樣簡化的喔 都畫畫看之後呢 再來找出自己喜歡的方式 還有人問喔 就是嘴巴的部分喔 嘴巴部分其實也就是多觀察喔 多畫多看 搞清楚你嘴巴的位置喔 還有下巴是怎麼動的喔 好那你牙齒的位置在哪 什麼時候會露出牙齒 知道這些之後呢 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我們這邊難得的話就隨便上下設 可以把自己畫成美少年的樣子喔 嘖來自飛一下 好這邊拍照的時候也可以試試看拍不同的光源 來練習不一樣的方向的光源打在臉上會怎麼樣 好我們最後再把眼鏡也畫上去 好這樣子我們九宮格其中一格就畫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把其他格也填上去 拍照 對了 我也要看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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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對,最後一樣來工商一下自己的空冠商店 裡面有我的速寫課程跟畫冊 最近裡面還有我的繪讀金融的周邊商品可以買 像是手機殼啊,或是T恤之類的東西 我最近虎娘跟兔妹的T恤也正在預購中 有興趣可以參考看看 那今天影片就是這樣子啦 大家掰掰